炮聲作響 國內在營一名太平洋友邦 島國政要 來自土阿魯的總理 拿塔諾 四號抵臺 五號總統府 就以軍力相迎 拿塔諾總理 歲團訪問 也是他二零一九年 上任以來首度訪臺 而國事訪問重要任務之一 就是共同探討 氣候變遷對島國的影響 海洋科學及工程研究中心 相信透過專業科學研究 我們雙方能夠共同進一步規劃 更多因應氣候變遷 以及海洋生態保育的方案 另外兩國也在期間 簽署海巡 警政合作等協定 維護印太區域和平 而面對台灣的外交困境 拿塔諾強調 將持續在不同的國際場合 包括這個月即將登場的 聯合國大會替台灣發聲 兩國建交適逢四十三週年 然而近年台海局勢動盪 太平洋各島國更受到地緣政治的挑戰 要穩固邦誼 拿塔諾表示 兩國都以誠信為原則 期盼這次訪問團 能深化兩國夥伴關係 有時新聞 阿拉斯許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 阿拉斯許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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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